一群人將男子壓在地 被壓制的男子不斷喊救命 更誇張的是 還有人拿來繩索 將男子束縛起來 驚險的場面也引來居民的關注 就是那些老人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去綁他啦 當然會出面制止 啊我們當然是先觀望 先收證 20號上午台中市西屯區 河南路二段一處的巷子內 一旁的女子悉鬧了 路下辱人的過程 綁架辱人的行為持續很久 很不尋常 驚咬居民擊打110 警方接獲通報後前來查棄 駕駛下車時 喊冤稱是在演戲 面對警方的盤查 有些手足無措 策劃這場辱人慶生的人 被發現就是網紅二壘妹江婉婷 疫情十幾個人 本來是要替遭綁的張姓男子慶生 沒想到驚喜便驚嚇 事情發生後 有網友在網路上質疑 江婉婷沒有誠意的道歉 甚至還發IG限時動態炫耀 認為網紅的行為相當無腦 也浪費社會資源 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那我其實當下就是還有帶著其他朋友 在警局的時候也有跟警察 大家說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照顧大家的困擾 不過生日驚喜便驚嚇 也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策劃生日計劃的二壘妹也向警方 向大眾道歉 一名九十二年式的江姓女子 為了替其八十三年式的張姓男子慶生 那計畫與友人訴施了 他將那個張姓男子帶上車 那計畫前往彰化去做慶生的行事 經警方多次向遭辱的張姓男子確認後 認定無妨害自由的事項 不過警方也呼籲不要資深事端 否則依法言辦 絕不寬待 三新聞吳中澤 賴玉成 台中報導